新闻报导员这工作有点人格分裂 高中的赛事都搞得这么有规模 我们的工作都相对是大压力 如果不懂得怎么处理的话都挺麻烦 老土的一句话就是运动员 我们经常都说压力就要转做动力 希望可以用压力令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首先你要真是喜欢自己做的事 如果你真是觉得你够喜欢那件事 其实你不会觉得很大压力 有时做得不好可能会怪自己 做些东西会输给别人 访问我没有这些东西会觉得不开心 怎样处理这件事下次做好一点 这次不行就下次再做好一点 这样叫自己放松一点 有没有遇到很不开心很失意的时候 我想最深刻的可能是我妈妈 我妈妈一直都是臭大我的 当时她是 那天她走了 但那晚我要回通宵间工作 当然一个这么亲的人 走了当然心情很难受 我不可以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观众没必要承受我的情绪 你不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 但我觉得这是我会称为专业 也记住当时我妈妈跟我说的 有什么不开心你笑一下 笑一下就会度过这件事 将来就是新的一天 我当日即使很难受 我都用一个笑容 或者是用一个 心情去面对这件事 即使输掉一切 也不要输掉微笑 我是吴嘉谦